! 大家好这里是游戏废人 最近在魁副观众留言的时候看到不少问题 其实算是天堂从早期就有的设定 但是这些设定因为已经太众所皆知 所以反而我发现没有什么人甚至官方都没有特别去提到 但是很有可能在现在的W版本里面其实都还是有实装的 所以今天我就来整理了一些 算是从天堂1到现在都一直常有一直常驻的设定 但这些设定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知的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装备的安定值部分 我们的装备安定值并不是固定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防具的安定值是4 而武器是6 但是有少部分的防具的安定值不是 例如说 我找一下翻例 例如说最常见的骷髅套装它是没有安定值的 所以像它的收藏里面有所谓的冲加3 这个就会稍微有点难度 因为它并没有安定值 然后像这个 它把它跟铁盔还有妖魔头盔放在一起 这两个只需要点到4 这两个点到4是安定值 但是这个要3 然后却是0安定值 所以这个收藏反而就稍微有点难度 另外的话武器部分 在之前的版本都有出所谓的魔族武器 那些的0安定值武器 但是现在的世界似乎没有出这种类型的武器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蓝装的部分 大家最众所皆知的神官以及武官系列 他们的优点就是在它安定值是6 它安定值是6的防具 所以你可以不用充就可以把它点到加6 即使它的基础防御力可能好像并没有比率状高多少 但因为多了那2的安定值 所以你可以比较平稳的再多2 那全程这样穿下你的整体防御力可能可以多个10左右 所以神官跟武官算是一个进阶到蓝色里面最安定也最好用的防具之一 那这个就是安定值部分 再来的话就是 虽然说这些装备的安定值比较高 但是也因为他们的安定值比较高 在强化的部分 当你不是安定值的时候 强化成功率是根据你现在的加级来决定的 举例来说这件装备它是安定值6 那刚刚骷髏是0 但是你从骷髏0.1 跟神官6.7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防具安定值是4 那你一般防具4充5的成功率 会比神官的6充7来得高 而神官的6充7可能就会像是你其他的防具 可能5充6甚至6充7的那个几率而已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神官这类型的装备 你拿到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充 因为他要充加7的成功率并不高 除非你有祝福 但是祝福拿去点神官又稍微有一点浪费 我个人会觉得稍微有点浪费啊 不过在现在前期的时候 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兰装 所以可能拿到也是会拿去充充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关于祝福 我刚提到的祝福的使用时机 因为有观众问我说 他要不要拿祝福去点加6水晶 那我就回他说 加6就不需要用祝福点 因为祝福卷轴的效果是让你的强化会随机一次跳1到3 但是他的效果会局限在目前你的装备的强化等级 如果这个装备的强化是加2以下 就是加0加1加2 那他就会有机率跳1到3 但是如果他到加3了 那他就只会跳加2 就是最多只会跳2 就是1到2 如果这个装备到加6了 那你就算成功了 他还是只会跳1 就变成跟白色的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在使用的时候 只会使用在加5以下的装备 那比较特别的是 如果你是在加2跟加3 要选择点的话 用加2 我个人会比较建议反而是用加2的时候去充 除非那个装备你是在安定 还在安定值内 举例来说如果我今天有一件安定值0的装备 那我今天想要把它点到加5 在加2跟加3的时候 你要选择哪一个时候用祝福 我会选择在加2的时候用 打赌他跳加3 因为在加3的时候用 他跳加2的几率可能会比那个 你在加2的时候点加3来的高 但问题是你报的几率也变高了 所以至少你在加2的时候点 有几率变加5 而且报的几率还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这算是一个点祝福卷轴的 也不能算是诀窍啊 就是一种设定 那我们在使用祝福的时候 因为刚刚的就是所谓的加5以下才有效 套用到武器跟防具都有 那因为一般的武器安定值都在6 所以我们就只会在选择在加5的时候点 但是防具的话 因为大部分防具安定值是4 所以你防具要不要在加3的时候 就用祝福点加5 会取决于这个防具的取得难度 如果这个防具是取得难度很高 例如说红色以上的话 那你不希望它报 可能就用加3去赌加5 但是如果是一个还不错 例如说到后面已经稍微有点量产 有一定的价格 但不会贵到买不起的那种篮装 那你可能会想要说 我买不起红装 我想要用一个很强的篮装 我要赌加7篮装 那可能就会尝试 例如说像是在加5的时候去给它点 然后让它拼加7 或者是说我将就一点 我在加4的时候去冲 让它变成加6 那这个就是一个算是点装的设定 那有一些没有玩过天堂玩家 可能会不知道 以为就是祝福只要点下去 就一定都是会从加1到加3水击跳 并不是这样 就是在天堂里面你只有在加5之前 虽然一直以来每一个版本都会有玩家去测试祝福 然后到底它是不是可以在加6以上 还会有跳加2 但是就目前看到的影片 新版不管天M还是天2M 都没有玩家有成功点出来 而这次的天堂W 因为目前祝福区的难度实在太高了 即使有人愿意测 那个数量可能也不够 所以我们就先照以前的设定来用 避免去浪费掉 那这就是关于装备点击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就要提到很多人会讲到的就是 我今天打怪一只越打越穷这件事情 那对于打怪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天堂以前玩过以前版本玩家都知道 你会有很长时间可能都一直在打一些低等怪物 像我自己本身还是会每天都去打一些二三十等怪物 因为天堂并没有等级掉落成法 所以你真的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浓你的资源 而你要浓资源你就必须要去找打起来无消耗的怪物 这个时候你只能去找等级比你低又够弱的怪物 不会让你一直喝水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新玩家真的需要去忍耐的 再来下一个就是第五点 怪物是会自动回血的这件事情 在我们一般打小怪的时候 因为小怪的血不够多 所以可以跟他一直站着对打 所以打小怪会比较感觉不出来 但是天堂过去一直以来 怪物都是会回血 而且根据他的血量回的比例会不一样 而王在这方面就很明显 而此外就是还有一个设定 是怪物在行走的时候回血速度 会比站着的时候还要来得快 这也是为什么在打王的时候 如果你开始有人拉着王开始绕的话 那个王死的速度会变更慢 甚至如果你打人不够多的话 有可能你打半天王都没有死 但是这个设定也应该都还在 不过只要人够多的话 反正安全一点 拉着要打还是可以 就是稍微需要打久一点 再来的话就是关于硬皮怪的设定 硬皮怪设定是在游戏里面有一些 例如说像是高伦或者是龙龟 现在应该还看不到龙龟 因为那个是寒鹰的产物 这些类型的怪物 当你打他的时候伤害会减半 主要就是针对于像魔法或弓箭这些 有标示 就是有这些没有标示就不会损坏 他没有区分会不会损坏的武器的时候 那伤害就会减半 不过这一次我看起来他似乎是有把装备通通都已经有 标示会不会损坏的 因为像弓箭都有标示 那个防止武器损坏 因为现在弓箭这次没有用剑 可是我看弓箭打高伦 其实还是有伤害减少的 反而是我魔法打高伦 伤害似乎没有明显减少 所以在硬皮怪设定上面 可能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硬皮怪的 再加上因为这次他并没有武器有贯通属性 就是我目前看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像是红装啊 甚至是纸装 因为如果有贯通属性 纸装一定会有贯通属性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贯通属性了 像撒哈之宫 如果有贯通属性的话 纸公一定会有贯通 那这一次他看起来是没有贯通属性这个设定 但是硬皮怪我觉得是还有在 只是现在变得似乎有点是针对于弓箭 然后也不让弓箭有可以减少 就是减少打他伤害的手段 就是你打硬皮怪 就一定会伤害被扣 那硬皮怪要怎么分辨呢 其实你就是去看怪物图件 如果那个怪物图件的怪物 我找一个有开完的 怪物的武器受损是标示战损怪物 就是会坏刀的 那通常就是硬皮怪 那关于硬皮怪的详细设定 之后应该还会再需要调查一下 因为毕竟天堂W在这块设定 似乎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 在第七点就是关于属性负语的部分 到底属性负语它可不可以重复 要怎么负语 可不可以重复负语 我这里直接测给大家看 负语就是在这强化的部分 这个是点强化 那在它的右上角 有一个金链 你点下去以后就会出现 那如果你身上有带负语石的话 就会显示在右下方 那你只要点的话 它就显示你现在的 那像我现在大概有请选择重新启用 就是我只要有其他的负语石 我就可以把它替换掉 那因为我原本是只有加1水很烂 那我直接把它替换成D看看 点下去 那就替换成D属性抗性加1 就这样 那如果只要用新的话 它是会把原来的效果直接洗掉 而不是叠加上去 所以你有可能会用一堆全部都还是在1 这个就是它冲的部分 点本身不会失败 但是你的属性可能会洗不到最好 那再来一下第8个 就是关于天堂的防御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 我现在物理防御它写65 但是其实天堂里面真正可以 我们传统概念上的防御 是叫做伤害减免 也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装备 例如说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十字手套吧 我找一下 想十字手套这个伤害减免 伤害减免就是直接硬生生的让怪物打你的伤害减少 那我们的防御力并不是这么直接让伤害减少 因为有玩过早期天堂1的玩家应该都会发现我们的防御力是从10开始 而且越来越少 那防御力变成是往上加的设定 是从之后的版本才出现的 那为什么最早的天堂会是防御力10往下减呢 因为这个是龙与地下城的设定 龙与地下城在这个部分叫做AC 也就是防御等级 那它的判定就是为了要方便骰子去骰判定 所以从10开始去往下扣越低越就是越好 甚至会到负的 这样子在那个我们做骰子的计算判断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玩电子游戏它就不需要 其实不需要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后面它就把它改掉 但是它的效用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也就是AC它的概念会比较偏向于是闪避率 而不是防御力 但是因为天堂里面还是有回避率这个东西 所以说实际上防御这个东西 它是同时结合了闪避以及防御 只是它并不是那么直觉的 你加多少就减多少 就想说在玩过旧天堂的玩家 应该都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的防御要是以每5为提升 那后来有就是证实过 根据不同的职业 你的防御提升多少 你的伤害减免也会跟着提升 只是这个值是不同的 例如说像是骑士 每提升4防御力 就会减免加1 那妖精是6 那法师跟王族是10防御才加1减免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 王族跟骑士可以穿差不多装备 但是却完全跟骑士无法打 因为它的伤害界面需求条件太高 跟法师一样 那它本身也有闪避的功能 只是这个闪避跟我们知道的回避率又不一样 回避率它是一个写多少就回避多少的东西 但是这个AC等级它有点像是一个降低它的几率 但是它不会让你真的到完全回避 如果按照过去隆地下层的设定的话 它是最高让你到回避95% 不过在天堂里面 就是因为它也还有结合到的减伤 所以是有可能到你打一只怪 完全都不会扣血的程度 那这个因为毕竟是游戏公司的部分 我们就不详细谈 但是这个算是一个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如果你真的想要减少被怪打的伤害的话 撑伤害减免是效益最高的 那防御的话如果你是法师 你需要达到一伤害减免的条件也会更高 但是在强化的时候 就是在提升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都还是会习惯 以每5为一个阶段去提升 如果你现在花了大钱 但没办法提升到5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先想想看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提升你的强度 不需要急着就是先去提升它 一两点而已的防御 再来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跟防御有关的 就是向性的部分 那这个算是简单提一下 就是你向性越高防御越高 如果你向性是全版32767的话 那就是防御率会加3 如果你变红防御率会减少 那最后一点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天堂里面的都市传说 玩游戏总是会相信一些都市传说 因为毕竟很多运气的东西 我们没办法去捉摸 但实际上因为游戏的运气是由系统判定 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机制 而不是一个完完全全所谓 可以说真的存运气的东西 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机制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当作运气 那也因为它是一个系统 所以游戏里面的一些设定或者是一些反应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征兆来看 例如说像玩天堂最常见的就是 所谓的忌品流冲装嘛 我们先冲几件装备 然后再让它爆掉 那等到你想要点的装备 之后再点 这样子前面爆掉的东西就是忌品 虽然这个一直以来都是都市传说 但是我对游戏的都市传说 都是宁可信其有 因为我真的有因为都市传说 而找到过游戏的设定 例如说像以前我在玩奇奇GMU 不是现在那些手游 是最早最早电脑版端游的奇奇MU 我因为都市传说而找到了它的 吊宝设定以及点装设定 当时一颗强化宝石台币500块 我一天可以打十几颗 因为我找到它的掉落机制 所以我知道哪一只怪会掉 而那个掉落 所以在每次维护的时候才重置 所以我只要在每次维护后 找到会掉的怪以后 我就可以固定一次去 农那个怪 而冲装的部分也是 相信一些都市传说 所以我当时冲到全身满装 从头到尾只抱过一次而已 这是一个算是 因为相信 就是都市传说而去尝试 但例如还有一些游戏也是会有 像是龙族拼图啊 它有 当你抽到赚的时候 立刻赶快一些的抽下一颗 就很高的几率会是赚 而且我发现还真的是这样子 那以上就是一些关于天堂 可能老玩家都知道 可是新玩家不一定知道的设定 但这些设定真的对游戏很重要 就是如果新玩家不知道的话 会蛮吃亏的 所以在这也算简单整理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